Hello大家好,我是凯奇 经过7小时45分钟,136回合的敖战 2021年国际奇连男子世界冠军赛的第6轮终于分出了胜负 来自挪威的卫冕世界冠军卡尔森战胜了俄罗斯的特级大师涅波姆尼亚奇 获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 那么凭借着这一轮的比赛胜利 那么马格努斯卡尔森把总比分保持在了3.5比2.5 那么暂时领先整个的世界冠军对抗赛 那么这盘对局也打破了在1978年 科尔奇诺伊和卡尔波夫创下的世界冠军赛当中的最长回合招法的记录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盘对局是怎么下的 那么这盘对局卡尔森直白,俄罗斯特级大师涅波直黑 那么这也是卡尔森在本次比赛当中第三次直白棋 那么在前两次的对局当中 卡尔森分别走过第四和义四开局 那么所以在这盘对局之前 人们纷纷猜测卡尔森究竟在这盘棋当中会走第四还是义四呢 那么答案是卡尔森选择了第四的招法 但是喜欢走义四的同学们也不用着急 那么最后卡尔森在这盘棋当中是走了兵道义四的 但是是在110回合的时候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这盘对局 白棋第一步走了第四 黑棋马F6 白棋跳马到F3 黑棋D5 白棋G3 E6 向G2向E7 短一位短一位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卡尔森选择了冲兵道B3 如果白棋走兵道C4 就会转成非常著名的卡塔龙开局 那么这个开局也是第二轮的时候 卡尔森直白选择的一个布局的下法 那么在这盘对局当中 卡尔森选择的是冲兵道B3 没有走这种主流的变化 意在脱离聂波姆尼亚旗的布局准备 那么在B3走完之后 黑棋冲兵C5 直接反击中心 DC 向吃C5 兵道C4 DC吃掉 后到C2 那么吊住对方的兵 那么不让对方的C4兵动 因为如果你吃掉我的B3的话 那么你的C5将会被吃掉了 所以后到C2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保持对C4兵的压力 暂时不着急吃回这个兵 如果你要是着急吃回这个兵 直接BC吃掉的话 那我们会看到 白棋的兵型上 会有某些程度上的削弱 比如说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简单的马C6 将来后一期车第8之后 那么白棋的C4兵 将会成为一个弱点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在这盘对局当中 卡尔森的走法 后到C2 吊住对方的兵 那么涅波姆尼亚齐 在这个局面当中 选择了后到一期 把自己的后脱离对方的地线 因为车第1随时都可以威胁到后 后到一期离开 并且保护住自己的C5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走了马到第二 那么可以看出 虽然在这样的一个变化当中 很少有人下过 但是卡尔森还是有备而来 在这个局面当中 跳马到第二 弃兵 然后准备用马去吃C4 那么现在黑棋就面临着一个选择 黑棋可以直接CB吃掉 因为后已经保护住C5 那么也可以走其他的招法 比如说马C6 弃还这个兵 那么实际上两种招法 应该说各有各的道理 从整个的对局的角度上来说 客观的角度上来说 那么黑棋如果接受这个弃兵 CB吃掉 那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白棋马吃B3 黑棋比如说向到第6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少一个兵 虽然看不出白棋马上有什么 可以进攻对方的招法 但是白棋出此比较快 那么比如说在马F第4之后 威胁马B5 能够给黑棋带来很大的压力 那么弃一个兵 但是保持长期对黑棋的压力 那么聂波姆尼亚奇在这个局面当中 思考了一会之后 选择了马到C6 没有接受卡尔森的布局的礼物 没有接受CB吃掉的多兵的下法 而是走了马C6 那么从实战临场的竞技的角度上来说 那么马C6也是完全值得考虑的 非常好的一部招法 因为对方是有备而来 所以我们也要跳出对方的布局准备 虽然C吃B3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下棋的时候 要机灵一点 那么对方明显有备而来 才花了三分多钟时间走成这个局面 那我们有的时候可以B棋锋芒 不用用着头皮跟对方拼命 所以下棋有的时候 是两个人意志力和智力之间的比拼 但是也不能投太铁了 也不能够一条道走到黑 那么对局当中的马C6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临场的选择 那么对局当中的卡尔森吃回了C4兵 那么马吃C4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聂波走得非常果断 冲兵到B5 那么这部招法走的时候 尤其是在看我们视频的一些小的同学 一定要注意 因为对方的堡垒项 那么在这条鞋上非常重要 非常的厉害 那么B7兵一走 一定要注意你的C6马和A8车的安全 但是聂波在这个局面当中已经算好了 所以他走B5是一步积极的招法 没有问题 但是走B5的时候 一定要额外小心自己的C6马 以及斜线上的A8车 那么在B5走完之后 卡尔森跳马到E5去 那么想要去跟对方去交换 并且能打开自己的线路 如果黑棋要是走一个马E5的话 马上这个局面就危险了 马吃马吃 向打开了 那么比如说你要是走一个车臂 把马C6直接一脚就踢双了 那如果你向B7的话吃掉吃掉 后C5你也少子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 走这个B兵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条主斜线 但是聂波已经算好了 所以马C5之后 他走了马到B4是一个先手 那么卡尔森走了后到B2 看上去很别扭 而且挡住了自己的向的这个斜线 但是实际上后B2是相对比较精确的一个走法 如果你要是把后走到B1去 黑棋向B7之后 随时还可以向E4打你的后 那还不如把后放到B2 所以对局当中后B2裹开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向B7上向 那么白棋A3威胁对方的马 那么聂波在这个局面当中退马到C6 挑战对方的E5马 那么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 虽然聂波已经脱离了自己的布局准备 但是下的还是非常的精确的 马C6要比马BD5更好一些 有同学可能会觉得 那我马C6这个马本来就在C6 然后怎么又跳回去了 是不是应该跳到D5去更占领中心的格子更好呢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两匹马在这的时候 可以可能说虽然互相保护 但是这个马也站住了自己的F6马的格子 反而是白棋的E5马位置更好 比如说马D3一退 将来随时车E4 然后你的D5马还得再动 所以在对局当中 马C6回马是非常冷静的一步走法 那么卡尔森退马到D3威胁对方的向 那么向到B6 卡尔森向到G5 黑棋吃FD8 很自然的走法 那么卡尔森向到F6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应该说第17回合的时候 出现了这盘对局第一个转折点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可以选择后吃F6 或者是继吃F6 那么在我看直播的时候 在这个对局当中 向F6之后 我想的是黑棋肯定是会走后F6的 我甚至根本就没有考虑黑棋会走GF 那么我想涅波肯定是会走后F6 然后在后F6GF之后 那么白棋呢车AC1 那么黑棋这个兵型上出现了叠兵 但是有双向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军事的一个局面 黑棋可以随时车AC8 我看不出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有任何获得优势的机会 那么比如说你要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走马D4的话 反而还出现了问题 因为黑棋有一个战术性的下法 那么马到第4 在车C8之后 马到E2可以吃掉 王一走开 然后再车C8 黑棋白多一兵 并且应该已经胜势了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变化就看出来 对后的话 黑棋完全没差 那么甚至呢 还稍稍主动一点 但是聂波在这盘对局当中选择的是主动的打破局面的平衡 他走了GF 那么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有记者提问说聂波为什么在这盘棋当中选择了GF 他赛后的回答是 他觉得他自己在这个局面当中保留后会有更多的机会 因为他觉得他的双向非常的厉害 所以他觉得后F6当然也是一部很不错的招法 但是GF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们要给聂波点一个赞 那么直黑棋面对世界棋王卡尔森 那么他还是想要打破局面的平衡 然后制造一些不平衡的局面 那么反观卡尔森 我们会看到在这盘对局当中 他直白棋并没有获得很大的优势 那么据我观察 最近的这三年来的世界冠军的男子对抗赛 那么卡尔森直白棋 往往都获得不到太大的优势 都是走成一个非常干燥的局面 或者你可以说非常无聊的一个局面 然后保持一点点的局面机会 然后就来搓对方 这是卡尔森的策略 因为他在这种相对比较军事的局面当中 能够施展出自己的巨蟒神功 那么他最著名的技术就是无中生有 往往可以从一个非常容易合棋的局面当中 下出迎棋机会来 这是卡尔森独步棋谈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的武器 所以他直白棋往往是不喜欢走成一个非常直接的 一种跟对方被谱的一个下法 而是尽早的脱离对方的布局准备 然后不断的利用一点点的小小的优势 然后来蚕食对方 这是卡尔森的思路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近三次的世界冠军内抗赛 卡尔森直白棋 都没有获得特别大的优势 那么我的印象当中应该说 卡尔森这盘棋是他唯一的 最近三次世界冠军内抗赛 唯一一次白棋赢棋 除了就是我说的是慢棋 这个加赛不算 那么在GF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聂波是首先挑起战火的棋手 那么在对局当中车A C1 白棋正常出子 然后聂波的下一步招法 可能说稍稍有点违背了GF的思路 他走了马到第四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进行中心子力的交换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也许黑棋更好的招法 就是利用F6兵走兵到E5 那么随时的冲兵E4 那么而且我们的既兵吃到F6就支持了E5格 冲兵到E5的话可以威胁第三马和F3马 当然了走E5之后 F5格相对也会有一些削弱 那么白棋有可能会走马到H4 准备马F5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可以考虑再走马第四 那么换掉这个堡垒项 然后我们的第四马在这个局面当中 能够给白棋带来一些压力 所以如果要是想要再复杂一下的话 可以考虑走E5 那么对局当中 涅波直接马第四了 就进行了子力的交换 那么后到A2 对局当中相吃G2 王吃G2 后到B7 王到G1 后到E4 那么把后走到了中心去 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双方应该说还是一个军事的局面 那么会有顾忌 白棋的兵型更好 但是黑棋的中心的子力压得更靠前 对局当中后到C2 A5 车第一 王季7 车到第二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整盘对局的第二个关键点出现了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涅波走出了一步 车AC8 那么主动的再一次打破这个局面的平衡 那么我在看这盘对局的时候 我又是很惊讶 看到这个车AC8 因为在这个局面当中 其实黑棋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下法 就可以直接简化局面 甚至可以走成一个核棋的下法 比如说在这个局面当中 黑棋可以直接冲兵B4 意在准备下步向到C3 堵住白棋的这个重子 那么在AB AB 马吃B4 向吃F2 然后王吃F2 后吃B4之后 这个局面应该说 就是一个军事的局面 甚至可以说 这个局面应该说再下几步 双方就可以同意核棋了 很简单的一个核棋的局面 但是聂波姆尼亚棋在这盘对局当中 再一次主动的挑起战火 走了车C8 那么我们会看到 两次打破局面平衡的招法 都是聂波走的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 问卡尔森怎么来看 双车换掉后的下法 然后卡尔森觉得 在这个局面当中 B4当然是一部非常理想的招法 车AC8也不是一部坏棋 那么当然了 这部棋走完之后双方都会有一些风险 但是他认为黑棋 黑棋的风险会更大 那么在车C8之后 他接受了挑战 后吃C8 车吃C8 车吃C8 形成了双车对后的这样一个局面 一般情况下 双车是10分 要比一个单后9分要好 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由于黑棋的后 那么位置很好 那么所以黑棋的后可以给白棋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压力 那么比如说白棋的后翼的兵还比较削弱 而且后还可以随时通过打僵来抽籽 那么所以双方在这个局面当中应该说都有一定的机会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棋盘左侧的时钟上来看 双方现在已经下到了这个27步 白棋就只有18分钟了 那么18分钟要完成接下来的这个13步 才能够达到这个第二实践 所以说这个涅波的时间是领先的 那么对局当中后到第五 然后来抓B3兵 对局B4 那么黑棋A4好棋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当然要走A4 然后尽可能的多的保留这个后翼的兵 而且锁死白棋的兵 把白棋的兵固定在黑格当中 这样的话 我们的黑格向将来以后甚至可以走到B2去掏这个A3兵 那么对局当中 在这个局面当中 卡尔森走了兵到E3来赶马 那么对局当中向到E5退向 那么卡尔森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兵到H4 那么卡尔森还是觉得自己在这个局面当中更有机会 所以他先把自己的王走到好的位置上 H4准备王到H2 藏起来 如果现在直接车C5 抓这个兵的话 当然也是一步好奇 那么就是有一个强制的变化 对方可以后B3 你吃我B5 我就可以吃你A3了 那么比如说你现在如果要是马吃E5 F1之后 然后你要是走这个 我们说车吃E5 然后我就可以后到A3了 那么马上后C1 将军还可以抽你的第二车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卡尔森的思路也是很简单的 那么王在G2上不来 在底线随时容易被人抽僵 所以先走H4 把王藏到H2 避免对方的将军 那么涅波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H5 白旗 王到H2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是H4 H5之后 白旗走了王H2 那么现在是整个比赛的第31步 那么还有这个白旗 还有9步旗 黑旗还有10步旗 才能到达40步 那么才能够到达第二十线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说过 这一次的这个世界冠军对抗赛 为了给双方骑手增加更大的难度 然后多去下出一些胜负席来 所以在这个赛制上 是做了一些改变的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上 那么这次比赛是三段时间 那么第一个实现 是每方两个小时下前40步 但是没有加秒 没有increment 然后第二个实现 是下到40步之后 41步到60步 每人额再加上一小时 然后也是没有加秒 那么在61回合的时候 每方再加上15分钟 然后从61回合 每方才有30秒的每步骑的加秒 所以这是对于双方骑手来说 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没有加秒的这种赛制的话 现在在国际上 计算国际等级分的话 应该说是非常少有这种不加秒的 除了美国采取delay值 那么所以现在下到这个局面 卡尔森走到王道H2 现在他还有9步棋要走 才能够到40步才能有第二实现 但是他只剩下3分钟了 3分钟走9步棋 应该说正常情况下 如果一上来就给你3分钟 然后让你这个局面下9步棋的话 我觉得对于卡尔森这种超快棋的高手来说 也完全不是问题 但是不要忘记这盘棋是一上来两个小时 双方从第一步棋开始走 一上来两个小时的 然后大家都已经适应了这种慢棋的节奏 然后突然下到这个局面 你的时间已经很少了 剩下3分钟要走9步棋 当时我看到这的时候 替卡尔森真是捏了一把汗 而聂波在这个局面当中 还有23分钟 多了20分钟 那么这个局面的话 棋上的话非常复杂 三种结果都有可能 但是卡尔森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紧张了 已经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王埃茨之后 聂波走了向道B2 那么这步招法应该说是一步坏棋 向道B2是一步坏棋 聂波考虑了9分钟 也许在这个局面当中 聂波是考虑到了卡尔森 只剩下了3分钟 所以他在这个局面当中 想要走出一些出其不意的招法 然后来让卡尔森的不适应 所以他走了这步向道B2 那么比较好的招法应该是 直接后到B3钻进去 然后来进攻A3兵 那么这个招法应该说是 黑棋比较好的走法 进攻A3 那么白棋这个A3兵应该是保不住的了 但是所幸的是 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也有好棋 就是放弃自己的A3兵 然后进攻对方的王 所以这个棋就很有意思 那么比如说我们可以马E5 吃掉之后车到C7 如果你后吃A3的话 然后我们在这个局面当中 再车到D7 然后准备车吃F7 双车在这个局面当中 至少有一个长江的机会 那么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后到B3应该说是最精确的走法 但是涅波在这盘棋当中 三番五次 想要尝试打破平衡 那么也许他已经厌倦了核棋了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走了向到B2 那么卡尔森车C5好棋 先去抓向 因为向在B2 我们车和马都不能吃 马吃的话就丢车了 如果后吃的话 人家后D3 然后A3兵还是要丢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 先去抓后是正确的选择 那么对方的后没有过多的位置 只能继续在地线上走 所以他走了后到D6 然后在这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卡尔森还是只剩下三分钟 他要走接下来的八步棋 而且没有加秒 那么在这的时候 他走出了一步 非常出乎意料的招法 那么在这的时候 他走了一步车到第一 那么这步招法 导致自己的局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这个局面当中 实际上白棋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获得优势 甚至可以说获得迎棋的招法 但是赛后 卡尔森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坦言 他完全就没有去思考这个思路 这个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弃掉A兵和B兵 然后利用自己的车 马 像 没有像 sorry 双车和马 然后来进攻对方的王 那么就是 置自己的后裕兵于不顾 然后利用自己的子力 去进攻对方的王 那么当然了 只剩下三分钟的话 卡尔森应该说 他赛后坦言 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一个气两兵 然后进攻对方王的下法 那么比较好的招法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拉车回来 车CC2 那么去进攻对方的向 而且连起来自己的兵 那么如果对方向吃A3的话 然后我们马到F4 对方后吃B4的话 然后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们车地骑进去 那在这个局面当中 弃掉了A3 弃掉了B4 但是我们准备随时车CC 而且还有马E6 或者是马H5的威胁 再加上白骑的王非常的安全 黑骑暂时没有任何的打将 调整后的位置的招法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骑应该说有非常好的迎骑机会 那么但是卡尔森 由于时间紧张 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下法 那么我觉得还是 这个时间紧张这种不加秒的赛制 给骑手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就是弃兵 然后引对方的棋子到一翼 自己的棋子去进攻另一翼 这个下法是卡尔森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武器 那么将来我以后 也许会出一套关于卡尔森的视频课程 那么就是关于卡尔森的战略武器的 那么弃兵把对方的棋子引到一翼 然后自己的棋子去进攻另一翼 是我观察卡尔森这么多年的对局 经常使用的一个下法 但是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卡尔森没有走出最好的车C2 向A3 然后连续性的弃兵 然后车D7的这样的一个进攻招法 那么他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车到第一 那么黑棋向吃A3 反而是黑棋有机会了 那么对局当中车吃B5 黑棋后到D7 卡尔森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他没有看到这部后到D7的招法 他漏看了这部棋了 那么在后D7之后车到C5 然后在这个局面当中 涅波走得很好 E5好棋 那在这个时候可以吃B4 但是现在吃的话没有那么好 因为对方车C4抓你 比如说你向F8躲开的话 然后对方可以车到D4 D4格是非常关键的点 那么挡住了对方对我们的牵制 并且下一步可以车到A1去攻击这个兵 所以涅波在这个局面当中 先走了这个兵到E5 控制住D4格 非常精确的一步直走法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涅波现在的时间也不多了 双方现在还有五步棋需要走 那么但是一方剩两分钟 一方剩三分钟 那么对局当中车C2退回来 然后在这的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涅波在这个局面当中 其实非常简单的就可以向施B4 吃掉这个兵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应该说如果有一方能赢棋的话 那么一定是黑棋了 那么在这的时候 白棋甚至我已经给白棋 找不到什么特别好的招法可以走了 比如说你马到B2 然后我们可以后F5 威胁你的C2车 而且还打着这 然后我们还可以随时冲A3 黑棋就白白多了一个兵了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E5走完车C2之后 涅波还剩三分钟 居然没有走出这部项B4 那么而是走了后到第五 那么这部招法应该说是鬼使神差的一部招法 应该说是不可思议的一部招法 那么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涅波在这个局面当中会走出后到第五 那么也许是时间压力的情况下 导致涅波心理上出现了波动 那么没有注意项B4 他肯定是看到了项B4 但是他可能是觉得有什么事情项B4之后 可能对方有什么招法 或者是他觉得卡尔森是故意气掉这个兵的 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可以看到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对于骑手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尤其是不加秒的情况下 那么走了后到第五 那么卡尔森可以说是死里投生 车到第二 双车连起来 现在的就已经没有项持B4了 对局当中后到B3 车到A2 兵到E4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那么双方我们可以看到 车到A2之后 双方时间卡尔森还有32秒需要走剩下的两步棋 涅波还剩1分27秒需要走剩下的三步棋 那么在这的时候 他走了E4 E4在这个局面当中又是一步坏棋 那么比较好的走法 应该说在这个局面当中是走向吃B4的 应该向B4之后是一个合棋的局面 后吃第三车吃B2 虽然A4兵可能会被吃掉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应该说黑棋是肯定赢不了的了 但是黑棋有机会合棋 白棋吃掉A4兵之后 白棋的赢棋计划就是双车走到D7横线 然后准备吃F7兵 或者是走到6线去吃F6 但是黑棋总会有通过威胁F2兵 然后来长江对方王的机会 应该说这个局面是一个合棋的 但是涅波在这的时候 时间比较少 走了一步E4 马C5对局当中后吃B4 然后在这个局面当中 卡尔森也走出了一步坏棋 他只剩下30秒走最后的局面了 所以他走了马到E4 这步棋是一步坏棋 比较好的走法是车到C2 先不要去吃E4 而是要消灭A4兵 车C2一平 那么我们会看到黑棋的子力全都被粘住了 动不了了 已经动不了了 那么比如说你走一步F5 然后我们再走马A4 后A4 车C3 跟之前的局面相比的话 那么黑棋之前的这两个兵 是在F6和E5的 现在走到了E4和F5 反而更差了 因为这两个兵的话 挡住了一些线路 比如说你的A8到H1的斜线 就被挡住了 那么黑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就很难有真正的长江的机会 大家可以自行在棋盘上来摆一摆 试试看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车C2应该是最好的招法 对局当中卡尔森马吃E4 后到B3 车到C2 那么对局当中向到F8 现在终于走到了第41回合 双方又额外的增加了一个小时 那么这个局面 应该说还是一个军事的局面 双方第一时线的南关已经渡过了 那么进入到第二时线 然后双方绕了好多步骑 把马跳到了F4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持续的威胁H5 对局当中后A5 车A2 向B4 车D3 往H6 车D1 那么双方的不停的绕来绕去 那么这也是卡尔森非常喜欢的一类的 这种绕来绕去的下法 马到D4 往到H7 往到H2 那么这个局面又到了 这个整个局面的又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 整个到了第52步的时候 那么聂波姆尼亚棋又走出了一步坏棋 那么这部招法应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战略性的失误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聂波在这的时候走了一步后到一四 你可以看一下棋盘左边的时间 那么聂波当然是一个非常有天赋 非常有才华的棋手 那么但是卡尔森对他的评价就是有的时候他不够稳定 会走出一些不太careless 或者走出一些不太小心的走法 那么这部后翼四想要去进攻H4 但是他忽略了白棋接下来的一步招法 也许到这的时候 大家已经体力和精力已经下降了很多了 但是卡尔森在这个局面当中还是走得很好的 那么在后翼四之后 进攻这个兵实际上是一个错误 黑棋应该走什么呢 简单盲G7 等着就合了 因为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没有任何的能够继续的加强局面的走法 那么黑棋的A3兵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个兵起到了拖住对方两个车的作用 那么白棋的两个车不能去走开进攻对方的王 因为你走开我的兵就会前进了 那么一旦在这个局面当中A3兵被消灭的话 那么白棋的两个车就活跃出来了 所以他后翼四走的不对 那么对局当中车A3 这个招法也许是涅波姆尼亚齐忽略的 那么对局当中走了后翼四 如果向吃A3车吃A3的话 在这个局面当中 应该说黑棋还是有合棋的机会 但是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么如果有一方能赢的话 肯定只是白棋能赢 那么白棋呢 少半子车马兵对一个后 但是黑棋的兵型也不好 白棋以后的计划呢 就是绕来绕去 把车可以放到F4 既保护住F2 而且持续的威胁F6 然后再调马 调整马的位置 进攻H4或者进攻F6 那么这个局面的话 应该说黑棋非常的危险 所以车A3呢 是一步好棋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判断 那么涅波也许是低估了这步招法 对局当中他没有接受这个车 而是走了后卫吃 那么王到G1后到E4 双方等于说交换了一个兵 那么白棋的H4兵 是非常高兴和A3兵进行交换的 因为呢 白棋的双车可以加入战局了 对局当中车A4 双方呢又绕来绕去 马一二闪击 那么后到C2 车到A2 后到B3 王到G2 后到D5 那么兵到F3 挡江 对局当中后到D1 那么F4 那么在这的时候 F4是第60步 双方可以说是打光了最后一个子弹 这也是本次比赛 本次对抗赛 第一次双方进入到了第三时线 F4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我们会看到啊 之前卡尔森是4分钟 然后进入到60步之后呢 他就额外的再增加15分钟 并且从这步开始呢 就可以加秒了 每步棋有额外的30秒钟时间 像C7 对局当中王F2 我们会看到 卡尔森呢 不断的这个调整自己的子力 让自己的子力走到好的位置上去 守住 那么对方向A5 准备后11 然后守住 那么向到B6 车到E5 后到B3 那么卡尔森呢 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子力的位置 然后再耐心的等待机会 因为如果呀 这个局面时间越少的话 对于黑棋越不利 双方的时间越少 那么这个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几乎是不太容易输棋的了 这个局面应该说就是两种结果 要不白棋赢 要不就合棋 但是双方时间都少的话 黑棋的防守任务呢 会更重 所以卡尔森在这的时候 不断走来走去 你看上去好像他没有目的 但实际上他在消磨双方的时间 那么虽然他的时间比较少 但是他的局面更好下 那么中瑜 在这个局面当中 他决定动手了 车吃F5 拔掉这个兵 后到D3 那么E3兵被吃死了 那么因为呢 你要是走车到E5 对方向E3 车吃的话后B5 那如果你要是走这个车的话 对方向吃E3 那么你的F5也会被吃掉 但是呢 在这盘对局当中 卡尔森又打破了局面的平衡 车吃F7 吃掉车B7 王道G6 车吃A7 那么下成这个局面的话呢 卡尔森车马两兵 对对方的一个后和一个兵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只有两种结果有可能 要不是白棋赢 要不是合棋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觉得黑棋的防守任务 会更重 因为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几乎是没有输棋的这种招法的 但是黑棋就一定要小心 被对方的马抽后 那么后到第5 然后车江 那么对局当中呢 王道H7 然后车到A1 卡尔森呢 还是绕来绕去 那么不断的这个 调整自己的子力位置 那么顺便说一下 白棋现在要赢棋的思路 就是把兵先冲到E5 然后形成兵链 然后呢这个兵越靠近底线 那么越能够给对方一些压力和威胁 并且呢这个兵越靠近底线的话 越可以去吸引对方的王 然后车和马可以配合 没准可以抽掉对方的后 所以卡尔森现在第一步的计划 是要把兵冲到E4 那么这也耗费了他很多的这个时间和招法 因为他走来走去可以每步棋加30秒了 让自己的这个时间啊 变得更多 那么涅波其实在这盘棋当中防守啊 在这个局面当中防守的还是很好的 那么这个阻止对方冲E4 或者是让对方更难的去冲E4 那么双方走走走 又走了很多步棋 那么卡尔森呢 最后还是终于在这的时候 第110步的时候 终于呢挺起了自己的E4兵 那么也是非常搞笑的啊 那么可以说 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给110了啊 喂110啊 我走E4了啊 终于把E4冲起来了啊 对局当中后H1车第7 王G8车第4啊 那么H4啊 终于双方进行兵的交换 GH后H3王到第二后H4啊 那么到这的时候啊 这个现在棋盘上呢 仅剩下了7个子啊 包括双方的王在内 一共是7个子啊 那么这个国际象棋的 有一种这个残局库啊 叫七子残局库啊 那么也就是说呢 低于七子 或者是低于七子的 这个任意的局面 都有这个最终结果的啊 那么就是说通过这种电脑的分析啊 当然是非常长时间的这种分析啊 数据库啊 那个7子残局库的分析呢 认为这个局面呢 已经是一个核棋了啊 这个局面 7子残局库可以for sure 就是一个核棋 肯定的是个核棋啊 这个局面 但是呢 这是电脑的评价啊 已经是官合了 但是呢 人下的话啊 是不一定的 只有是双方非常精确的招法 黑棋防守的非常精确的话 才是有才是核棋的啊 顺便说一下这个 这个残局库啊 7子残局库 那么呃 最早的时候是2005年的时候啊 有了这种6子残局库啊 就是6个子以内啊 那么所有的这种任意的局面啊 那么结果都是固定的 都都拆解出来了啊 那么到了这个2012年的时候啊 出现了7子残局库啊 也就是通过电脑的不断的进化啊 电脑的不断的这个强化 那么出现了7子残局库 就是说7个子以内的呃 所有的残局都已经被解决了啊 任意的局面7个7个棋子的话 那么都有最优解的啊 但是呢 从12年一直到现在啊 那么还没有8子残局库啊 因为每增加一个棋子 那么所增加的这种变量和计算量 都是天文数字的啊 所以到12年到呃 到21年已经9年了啊 还没有8子残局库呢啊 那么下到这的时候 根据7子残局库呢 这个局面是核棋 但是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核的啊 那么尤其是这个黑棋啊 时间又少的话 很难真正在临场的时候 找到核棋计划啊 那么双方绕来绕去啊 卡尔森不断的调整自己的子力位置啊 那么根据他自己说啊 根据卡尔森赛后的这个呃 新闻发布会 他认为马跳到G3之后啊 这个局面的话 白棋就已经有赢棋的机会了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专门的再去看一下这个残局 但是这个残局已经 已经不要 my knowledge了 已经不是属于这个呃 不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内了 或者说不在人类的知识范围之内 究竟黑棋怎么合啊 我只能够一会给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思路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这个局面 想要合棋的话特别复杂的啊 那么我们来看看卡尔森是怎么最后取胜的啊 那么绕来绕去 最后呢 把车放到了F5 然后冲起了E5 卡尔森的思路是车放F6啊 那么这样的话 三个棋子互相保护 然后把王寻找掩体就合棋了啊 那么对局当中后位二 然后王道也是三啊 在这儿的时候 这个呃 黑棋 涅波姆尼亚棋走出了一步坏棋 他走了后到E6啊 那么根据这个棋子残局库的分析 后E6之后啊 这个局面白棋呢 就要赢棋了 黑棋已经要输了啊 那么我给大家 能够提供大家的这个思路 就是我一点 我自己的一些见解啊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的后呢 不应该从正面去防守 虽然这是一个牵制啊 那么看上去很好 但是呢 正面防守的话 白棋的王和马可以配合 寻找一个掩体啊 那么黑棋最好的招法呢 应该说是 从背后去这个骚扰对方 比如说在这的时候 可以考虑走后B1 或者是走后到C2啊 那么黑棋的后在背后 去这个骚扰对方的王 也许可以保留一些和棋的机会 但是对局当中 后E6走完之后啊 卡尔森走得很精确 那么王H4 后H6 然后马到H5 那么我们会看到 黑棋的后从正面将军啊 就不能够给白棋 带来任何的威胁啊 那么白棋在这个局面当中 就要赢棋了 后H7 进攻F5 E6 非常的准确啊 那么 我们可以看到啊 聂波应该是下到这的时候 已经没劲了 体力下降了啊 那么把后走到了一个 非常不好的一个位置上啊 那么 E6走完之后 不能吃 因为马到G7 王到E7 马F5 就抽后了 所以呢 E6是一步好棋 对局当中后G6 然后卡尔森的走了 后到F7 后E6还是不能吃 因为马G7 王吃 走这走这 王G5 王F7 王F5 就形成了一个 兵前关键格的一个 必胜的局面了 F4兵的兵前关键格 肯定赢了 那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吃F7之后 聂波走了个王D8 避免马G7 或者马F6的将军 但是F5 后G1 终于把后走到了 对方的背后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马到G7 聂波姆尼亚齐呢 在这就认输了 因为呢 你将军也没有用了 因为最后 白棋的王呢 只要一旦藏到G8去 那么黑棋没将了 一棋一把就赢棋了 所以马G7呢 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掩体 给自己的王 白棋呢 就获胜了 那么这盘棋呢 到马G7 136个回合 那么终于 卡尔森呢 获得了这盘比赛的胜利 那么这是本次比赛的 这个第六局 那么后面呢 还有八盘棋 那么聂波姆尼亚齐 究竟能不能够绝地反击 追回来呢 那么卡尔森能不能够 第五次 在世界冠军对抗赛当中 获胜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凯奇 咱们下一个视频见